那这个造成了这个损失也非常大 如果我在这里面不是说其他的例子 就举一个我们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 2008年的时候 中国对外国的建兵的投资只有205亿 总体的对外投资560亿 那么在这个中间 中国对外投资用人民币 商务部的数据就是2000亿 人民币 那么这个换算成这个美元来说 就是300多亿美元的这个投资 都是失败的 那么这个可以说 对我们中国整个这个经济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2000多亿的投资 那么这么一个大的投资都失败了 那么对国内国际应该说 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好的吴清泉教授 对您谈的这个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 失败的一些例子和情况 我就想请就是正好就是问一下您 就是您认为中国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 它应该避免的一些问题 投资的一些误区是什么 刚才广西那个周先生 他特别提到就是一个 这些企业在投资的时候 对外投资是否考虑到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 他说的这一点呢 我太赞同他的观点了 因为我刚才就讲了这个中国的 我之所以建立了一个这个 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建立一个大情报综合优势与需求理论 这一点呢就是特别提到了 企业的海外投资 目的一定是要为了中国的总体的利益 我的利益的这个就是 他这个 我说的这个综合这个意思 就是综合的 中国的综合的优势 是综合的 是就是全面的 那么这个中国的外国的这个需求 也是全面的 对外 所以这个里头呢 在这里头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综合优势与综合需求 这么一个目的 对于企业来说 方方面面的企业 我们要先外国去投资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除了自己 要赚取利润的这么一点之外 也要有两点 这个社会责任至少有两点 一点是要为当地的民众 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责任 另外一点 也要为中国的国家 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好的 我觉得这样的 吴秦学教授 我们还有不少的听众 希望参与节目讨论 我们再接一下电话 下面是湖南的网络观众 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厉害您好 那个吴秦学教授您好 我也想你提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的投资在国际上的 这个地位是 比您40多少 我的问题提完了 谢谢 您说什么 是国际上的第一位是什么 刚才没太听清楚 是的 就是 它是第几个投资大国 好的 好 谢谢您 这个问题呢 如果根据 最近的统计数据 那么目前呢 就是说 第四个 在排到全球 投资规模来说 排到第四个 我估计这个 是还会很快 可以 还会 在近几年 还会有更大的进展 对 基本上跟中国这个 综合经济国力 好像是相当的 那下一位的听众是 应该是这样的 对 下一位是吉林的 善先生 您好 嘉宾好 主持人好 谢谢您 刚才我 非常同意嘉宾所讲的 由于盲目和冲动的投资 造成了两千多亿的损失 这个充武惊心 使我想到有什么问题呢 由于中国没有监督机制 这个是不是会导致啊 国有资产流失和转移 这是我想起二十年以前呢 首刚到秘鲁是哪个国家 去投资啊 去建分场 造成损失 可能最后周北方吧 当时的总经理 周北方也这个下野了 我想请嘉宾 谈谈我等电的这个问题 结合今天的话题 请嘉宾 可以讲一讲吗 谢谢你 谢谢嘉宾 谢谢这个 谢谢这个吉林的 是吉林的这个朋友 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确实是一个 在中国海外投资中间的 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是在九三年 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就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的时候呢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 我 我直说 直说一直在后期呢 一直没有特别 呼吁中国性和华国 进行大力投资 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援军 尤其在早期的时候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 非常严重 就是有一部分 国内的企业呢 就把这个通过一些手段呢 这个把这个人民币呢 就把这个国有资产呢 可能进行了比较多的流逝 这里呢 确实是存在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到今天来说呢 应该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也还不能说 这个问题没有了 但是应该说比以前呢 要好得多得多了 他提到手钢的这个例子呢 应该说是我当年研究海外投资的时候呢 那是当年九三年左右呢 那是中国最大的一批海外直接投资的 因为当时呢 已经达到这个1.2亿美元的海外投资 这个确实是数量太巨大的啊 当时人们都是难以想象的 这件事呢 那应该说海外投资呢 是北纲 这个手钢当时呢 是从这个国际来说呢 就是说对市场的了解不够 应该说花了大价钱 买了密鲁的一个铁矿 应该很长时间里头呢 都没有盈利 这也确实是事实 但是呢 这件事呢 我们不能用这件事呢 这个来这个 对手钢呢 提出一些这个批评还是 或者怎么着 从我对海外投资的这个观点来说 就是说这个海外投资呢 一个企业 新海外投资 应该允许有一个交层的时间 对我们说 我在我的论文中间 尤其是我借鉴日本的这个经验 日本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呢 他们允许企业 二十年不应力 有这么长的时间 你在这个国外去了解 这个国外的各种这个环境 在二十年之后再盈利 日本呢 都是允许的 所以呢 这个手钢呢 当时很快就要求手钢盈利 我觉得也有超之过急的一些情法 那么到后来呢 这个手钢呢 有一段要把这个卖掉 据我所知呢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 和手钢的这个 一个副总在谈的时候 他说没有卖掉 那么到今天 同事们可以看到 那么手钢呢 如果这个铁控在的话 由于铁控时的价格这么生长 我想在今天来看 他的投资也是成功的 我对是这个 今年这个朋友呢 这么一个 做你这么一个回答 希望 谢谢您 吴教授 对 您现在说听的是 美国之音的 时时大小谈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音乐的打电话 参与节目的讨论 打电话的方式就是 您先播10810 然后再播8668375161 那么在有些地区 可能您需要播 1081710 710108710 然后再播8668375161 好 吴教授 我们现在接着进行 我们这个讨论 您刚才谈到 这个中国这些企业 在外面投资 失败的一些情况 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2007年 中国组建了一个中投公司 就是中国国家投资 有限公司 就是负责 把这个国家外汇储备中 拿出2000亿美元的资产 拿出来 由这个公司来管理 在海外进行一些投资 当然也包括在中国 进行一些投资 但是中投公司 到目前为止 比如说购买 这个黑石集团的一些股份 什么这些投资的案例 实际上都是非常失败的 就是买了股份之后 高价买进 然后很快 这个股份价格都跌了很多 在国内呢 也引起了很多民众的一些反弹 认为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 国有资产的流失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这个呢 我觉得不能这样来考虑问题 说国有资产流失呢 我觉得基本上不能这么来说 这个中投公司投资于摩根斯丹利 这一家 黑石公司这一家 这一家 确实是邓时的投资 因为黑石这个公司 它的投资这个盈利销 多年来的盈利效果 都是非常非常良好的 这个中投公司 邓时投资的时候呢 2006年的时候呢 我正好呢 在美国这个做访问学者 美国的一些教授呢 也向我提前